高雄鄰園一家社區醫院 爆發了詐保事件 院長衛造病例 讓不需要住院的慢性病患住院 乍領健保兩千多萬 此外還提供了不時的診斷證明給病患 讓病患向保險公司 來乍領保險金一千六百多萬 兩項加起來 詐保超過了三千七百萬元 高雄地檢署調查之後 起訴了院方人員以及病患 共十七人 雖然飄著細雨 醫院大廳後診病患 還是很多 高雄鄰園 這家醫院傳出院長 夥同醫院員工病患 長期詐保 高雄地檢署 經過近兩年的追查 將涉案的院方人員及病患 共十七人 以詐欺 衛造文書及違反醫師法 零年共詐欺健保兩千零九十多萬元 還開例不時的診斷證明 供病患分別向十四家保險公司 申請醫療理賠 光二零一七到二零一九年 就詐欺了一千六百八十二萬多元 保險金 其中有一家族 一家五口 明明只有一人有工作 全家的保險費 卻高達四十六萬多元 就是靠著詐領來的保險金 支付寶費 曾被院長診療的民眾評價不差 卻爆出炸保消息 也讓不少人很驚訝 目前正值疫苗施打期間 醫院人潮若移不決 由於該院是當地 較具規模的社區醫院 面對檢方的指控 院方發出聲明表示 與事實不符 尊重司法調查 判釐清真相 記者陳煥宇 孟昭全高雄報導